之前在斯腾这部剧中,今天饰演的女主因为曾经生活在民国时期,所以很热衷于穿旗袍,而今天本身的身材还有气质相当的好,驾驭起旗袍来也是轻车熟路,那种优雅贵气展现的淋漓尽致,让很多网友成为了她的迷地迷妹。 后来又有一部民国剧播出,就是鼓励那扎主演的十二坛,然而这部剧中,同样穿旗袍的那扎,却没有斯腾中那样好的效果。 在看了电影《八月未央》中,韩松韵穿上旗袍的照片之后,很多网友才明白,原来不只是景田穿旗袍带感,韩松韵也是相当有韵味的一个人。 她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,经常会对魏央妃打击骂,给女主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。 韩松韵不仅饰演了女主魏央的好朋友,同时也饰演了女主的妈妈。 韩松韵穿着青色的旗袍,站在窗前回眸的那一瞬,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。 没想到娃娃脸的韩松韵,在穿上凶身的旗袍之后,也能够变得这样让人惊艳,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啊。 这一次,韩松韵和钟楚希主演的电影《八月未央》虽然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口碑,但是,松韵成功地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另外一面,也不算亏了。 再加上有众多明星好友帮韩松韵宣传,这部剧的热度还是很高的,之后的票房说不定成绩也会不错。